46岁李姿和47岁李佳心进照,一个嫁给了爱情,一个嫁给了生活。 相信说到美女明星,大家都会感叹当年香港小节里面,很多天然美女,至今都让人难以忘怀。 比如有蔡少芬,周慧尹,李佳心,狄姿,陈松玲,周海美,蓝结英等等。 而因为美貌大红的,高颜值被公认的两个女明星,说李佳心和李姿,大家都不会反驳。 当年第一次见到黎姿,其实是在开心鬼放暑假,之后黎姿又有唱歌又有拍戏,出演《古惑仔》系列《一天屠龙剧中照明一角》。 后来黎姿,黎姿托风万千星辉赫海青年度《我最喜爱的女主角》。 之后西影前的胭脂水粉,珠光宝气依然是让她名气大增。 但是黎姿还是选择了西影,嫁给商人马亭强。结婚两年后生下双胞胎女儿,之后再添一女。 不少人都说黎姿那么美,老公却是腿脚不变的男人,都纷纷替黎姿感到不敌。 但如今黎姿已经46岁了,整个人看着依然很美,更有韵味了。 并且看得出她日子幸福,整个人都是快乐因子一样,可见黎姿是嫁给了爱情,嫁给了一个疼爱自己的男人。 而大一岁的李嘉欣,当年美的不可放物,也曾被富豪刘鸾雄看中,不过最后还是分道扬镳。 而许靳亨和刘嘉玲分手后,则是和李嘉欣在一起了,结婚的李嘉欣,也是基本退出了娱乐圈。 虽然是好门太太,李嘉欣可是没闲着的。 特别是儿子出生以后,李嘉欣对儿子基本都是亲力亲为,就连接送儿子上下学,都是亲自做的。 除此之外,李嘉欣还带孩子去兴趣班,一家三口一起参加亲自活动,日子过的就是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一样,很接地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